另外捷安乡东昌公墓千丈计划 已经公告执行达9个月 无论向在地的乡亲部落头目其老干部 来报告目前的执行进度 乡公所是特别召开了会议说明 同时也特别针对第二阶段计划内容 以及未来规划工作内容来达成民意共识 那么乡长姚淑珍就表示 东昌公墓公告千丈自111年11月30日为止 那么也希望尚未办理认领起决的民众 要掌握其成完成相关的作业 捷安乡东昌公墓千丈计划备受关注 捷安乡公所特别召开会议来说明执行进度 乡长游竹珍表示 东昌公墓公告千丈日到111年11月30日 请还没有办理认领起决的民众 要掌握其成完成相关作业 东昌公墓千丈起决之后 要完成部落聚会所 以及社区公园的高期待 今天我们已经即将完成第一个阶段 有瞩目的取决之后 要来进行第二个阶段 非常重要的祭祀文化 也要把在过去地底下的祖先 来透过我们传统祭仪完全取决 第二阶段取决之后 就是第三阶段我们要来进行公园化 以及整个建设铺层 还有部落聚会所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建设 在整个计划里面 我相信第二阶段是面临最高挑战性 也就是要把所有五组 甚至于地下层层叠的这些先人一一的来取决 所以在重要的这个执行里面 必须要有我们传统的部落的既以巫师的协助 以及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祭祀来做协助以外 更要请我们部落族人提供最有效的 也是最期许的一些建议跟建设来执行 根据募集资料 东苍公墓有133座一般墓 42座空墓 整体的签帐认领起决进度 已经达到40.6% 吉安湘公所表示 完成签帐计划之后 将启动部落多工人聚会所的新建计划 还有社区共荣公园化的目标 要促进在地活化多元的生活圈 建律会吉安湘报导